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民 第三十一集 我的世界有谁 有我决定 并不陌生的冷力霸气又开始在他的周身凝聚 楚汉征不自觉地后退一步 眉头微皱 你怎么会这样想 我重申约法三章 只是为了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不知好歹地闯入你的世界 我的世界有谁 有我决定 蓝叶云冷声开口 眸中冷意不减 我不想要的人 死都踏不进半步 我想要的人 谁都逃不开 即便死了 也只会是游荡在我的世界里的鬼 楚汉征唇献一宁 片刻后轻轻一叹 我现在只有一句话想说 蓝叶云居然难得地有耐心 说 楚汉征凝望着他冰犬一般的眼眸 微微苦笑 如果天之境的占卜结果是真的啊 那该有多好 蓝叶云神色不动 眸中却略过一丝完全可以忽略的暖意 雨声倒是一样冰冷 怎么说 楚汉征又叹了口气 唉 何须多说 你太过完美 恐怕注定取高贺寡 所以不会痴心妄想的是我 但若有朝一日 我有了足够的资格 那么我宁死 也要成为游荡在你的世界里的鬼 蓝叶云静静地看着他 许久之后才点了点头 所谓的资格 不包可容貌 不管世人怎么看 在我眼里 你清理绝索 楚汉征服额 扭头就走 回见 我已说过不愿为你动心 不想现在就打自己的脸 看着他鲜利的背影 蓝叶云衣袖清灰 好 快得过我的月影乱 只管跑 月影乱 极品轻功 涅槃大陆早已失传千年的绝技 一旦炼成 速度堪比闪电 当时无人能及 自高原号答应取楚汉狄为妃 乔雅秀狂喜之余 又禁不住万分担心 生怕这只是他的缓兵之计 是以每日提心吊胆 求神拜佛地祈祷他尽快上门 然而事实证明 他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 几天之后 高原号便派游泽安前来 说已将二人的婚事 秉明父皇母后 并将聘礼清单送了过来 侯爷 夫人 请过目 若有不当之处 尽管开口 乔雅秀早已没开眼笑 连看也不看得连连白手 没有不妥 没有不妥 小女能与殿下 有情人终成眷属 咱们便都放心了 其他的都不重要 多谢皇上 皇后恩典 多谢太子殿下 游泽安含笑点头 说太子殿下 会尽快准备聘礼 并选皇到即日 迎娶楚寒迪过门 随后起身告辞 将他送出门去 乔雅秀立刻 神气十足地下巴朝天 双手插腰地 训斥着一众侍女仆从 听着 从今儿开始 寒迪就是太子妃了 你们一个一个都给我小心着点 若是冒犯了太子妃 绝不容情 众人连声答应 楚寒迪则上前几步 故意笑得温和 娘 不要这样嘛 我虽然也是太子妃 但只要她们安分守己 我是不会跟她们计较的 哎哟 好 果然有太子妃的风度 乔雅秀眼都眯成了缝 简直心花怒缝 你们几个 还不多谢太子妃 多谢太子妃 众人依言失礼 暗中却不屑地撇嘴 楚寒迪堕胎 且不能有孕之事 并不像她们以为的那么秘密 只不过 没有人那么愚蠢 敢当面议论而已 真不知乔雅秀母女 究竟是怎么想的 难道她们不知道 高元昊绝对不会真心对待 如今的楚寒迪吗 还是她们虽然知道 却不得不逼自己选择忽略 可惜有些事情 不是你想忽略就能忽略 也不是 你想当作没有发生过 便真的没有发生过的 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 大厅内香气四溢 众人围坐一桌 边吃边谈 一派其乐融融 尽管是表面 汉迪啊 多吃点 你马上就要成为太子妃了 不把身体养好 怎么经得起折腾呢 大婚仪式可是很累人的 乔雅绣一边拼命 往楚寒迪的碗里夹菜 一边眉开眼笑地说着 同时不断拿眼角的余光 飘着一旁的段希儒 对方的脸色越阴沉 她越是得意万分 岂会不明白她的意思 段希儒除了暗中咬牙 面上尽量没有任何表情 免得让她更得意 这到此刻的自己 必定让所有的姐妹 羡慕嫉妒恨 楚寒迪何尝不是兴奋地 脸蛋通红 眉梢眼角的春意 简直掩饰不住 却故意保持着矜持的微笑 娘 你这是干什么呢 若是把我喂成了大胖子 太子殿下可就不喜欢我了 这怎么可能呢 乔雅绣故意言嘴而笑 太子殿下对你可是真心的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她都会带你如初 着实见不得这母女二人 小人得知的样子 众人干脆埋头吃饭 来个眼不见 心不烦 倒是楚寒征 很是吃了一惊 不由眉头一皱 四娘 你说三妹 马上就要成为太子妃了 哼 大小姐 未免也太不关心 自家妹妹了吧 乔雅绣一扬下巴 冷哼一声说道 哼 白日里太子殿下 已经送来聘礼清单 严明会尽快娶寒狄过门 楚寒狄的状况 高元昊不是不知道 以她的为人 怎么可能娶一个 已经不完整的女人 为太子妃 天她不语 乔雅绣更加得意 大小姐 我知道这太子妃的位子 原本是你的 可你与太子有缘无分 这可怪不得任何人啊 当然你放心 韩迪成了太子妃之后 也绝对不会 问了自己的姐妹的 韩迪你说 是不是啊 楚寒征看她一眼 到底忍不住说了实话 报答就免了 三妹的状况 咱们都知道 只要四娘和三妹 能够确定 太子殿下是真心实意就好 你闭嘴 殿下对我当然是真心的 楚寒狄立刻变了脸色 蹦得站起身 吱声尖叫着 我抢了你的太子妃之位 你心怀怨恨 所以才来诅咒我是不是 告诉你 我和殿下 一定会白子千孙 双宿双七的 楚寒征轻抚额头 三妹你误会了 我与太子殿下 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我也从未想过 要做什么太子妃 只是 你我毕竟姐妹一场 我担心太子 闭嘴闭嘴 我叫你闭嘴 被戳中了痛楚 楚寒狄疯了一般 跳着脚尖叫着 你根本就是在诅咒我 我警告你 立刻闭嘴 否则 我跟你拼命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